大家好,我是立法會議員 民建源衛生事務發言人梁希 昨天香港的確診數字重回四位數 意味著疫情有再度反彈的跡象 我們真的很擔心會再出現第六波的疫情 最近六個酒吧的群組已經涉及了350宗的個案 而最大的群組的感染比率更加達到22% 我們很擔心這個酒吧的群組 會再度成為第六波疫情的引爆點 所以政府最近公布了一個措施 就是要求酒吧的顧客進入酒吧之前 是需要先做快測 而拿著這個結果是24小時有效的 我們認為政府肯針對問題所在去作出回應 是態度值得肯定的 不過很可惜就有些捉到綠色脫角的感覺 因為酒吧方面其實是難以核實 客人究竟那個檢測結果是否本人做的 以及是否24小時之內去做的 因此根本就堵塞不到相關的問題 所以我們建議當局應該參考一下新加坡的做法 他們規定客人必須在酒吧的職員面前進行快測 去倒絕造假的風險 我們很明白酒吧的業界可能會覺得很麻煩 本身已經人手不足了 還要找個人來看著顧客去做 成本實在太高 不過換個角度去看 現在你可以用少少的不便來換取 繼續營業的方便 是否比第六波如果真的爆發的時候 全世界都要停業這個最壞的情況呢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想將得來不易的經濟成果 如果社交距離放寬的措施能夠保持的話 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做一步 只要大家齊心我們才可以擊退疫情 回復正常的生活 我們大家一起加油